小賽教練 怎麼了? 我們好久沒有來拍球偶Q&A了 那我們就來拍我們的球偶Q&A吧 來吧 請問如何練習是有效率高效的方法 目前就是起竿以及下竿身體都會太早抬起 如果感覺把頭留在後面是不是比較好 打每顆球前都空灰竿兩次 再擊球會不會更容易記住上下竿的感覺 先第一個齁 有效率的練習齁 前提是你要知道你在練什麼東西 你今天去練習場你不是單純去流汗 就是說我要針對我下場的狀況 比如說我下場的方向瞄準有問題 那我在練習場就開始練習方向瞄準 再來剛剛這個球有提到的 頭會太早抬起身體太早抬起等等之類的 把頭留在後面會不會比較好 有可能就是你在做打擊的時候 在下竿你的重心過早往前去做移動 這來講我們在下竿的時候是由下半身 再重心過來之後再做打擊 所以你把頭留在後面你原本的上半身 在擊到球的時候是往前跑 那現在是頭留在後面下半身過來 重心過來自然身體就留在後方 可能對你目前的灰竿狀況是有幫助的 剛剛提到空灰 空灰乾的用意在於說你在模擬你待會要擊球的狀況 所以你的空灰跟實際打擊是會一樣的 甚至於有些人空灰他是為了放鬆他的身體 可能他在設定上去的時候很緊繃 那想要在空灰的時候把他肌肉再放鬆一下 做一個灰竿的擺動 放鬆一下心情 然後再站上去做打擊 那我建議其實在練習場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空灰兩下打擊跟下場一樣 一樣的流程 小車教練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蠻好的 現在又來多女生來打高爾夫了 請問女手手腕力量不夠 無法順暢屈腕的話 該如何解決呢 第一個你要先檢查說你的握竿是不是太過於弱勢 如果不是的話 有沒有可能性是你的球竿太重 舉不起來 導致你無法做屈腕 再來第三個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在打擊之前 在上肝之前 先做屈腕的動作 再做轉身的動作 把他反過來 不一定轉身之後再做屈腕 你也可以先做 屈腕再做轉身 之後到上肝頂點 只要說我們的節奏 你可以抓得好的話 這也沒有問題 那以上幾點 第一個你的握竿 再來 是不是你的球竿太重 再來你可以提早屈腕的動作 或者說你可以再把你球竿握短一點 減輕重量 去做上肝動作 這都可以幫助到我們的上肝 無法順暢屈腕 小蔡教練我額外問一下 你說 女生在打擊的時候 剛開始練球都會覺得 好像比較短 有沒有可以增加距離的方法 其實我建議是 平常你在空灰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兩隻肝子 合在一起去做空灰肝 這也是有點像是 重量訓練的感覺 或者說是 當我們在空灰肝的時候 可以 在一樣做上肝動作 不用太高到半灰肝 去把我們送肝延展出來 把送肝距離做出來 而不是專注在你的上肝的高度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想要把球打遠 反而會把上肝舉得很高 尤其是女性球友 不到我的朋友 男性 都打這麼遠 為什麼我都打不到 想要把灰肝越做越大 導致你的灰肝動作不穩定 那我建議是可以 放灰 然後去做一個很長的 送肝的動作 去做誇張一點 來增加我們的送肝距離 保護球場 人人有責 從你我做起 我鐵肝 球道木肝 都還算穩定 現在想想唯一的區別是 我設定Driver的時候 肝頭是浮在半空 而其他肝都基本放置在地上 不知道是否有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把肝頭浮起來 去做設定動作 有些人他肝頭浮起來 是為了設定他的最低點 那再來 如果是把肝頭浮起來的狀況的話 因為有些球他們在上肝 一起肝的時候 手部的力量會太大 所以在上肝就要往下沉 那麼把肝頭浮起來的同時呢 就可以去做到平行 反動動作 身體他就比較不會往下壓 如果你是為了這個原因的話 當然我建議是 你在打鐵肝的時候 一樣貼地 木肝浮起來沒有關係 可是你說擊球點會不夠穩定 那我認為是 當你浮起來的時候 你的上肝的角度跟平面 是不是跟你的鐵肝是一樣的 那我會建議從你的灰肝平面去做檢視 或者說你在打擊的時候 你的站位的距離 是否太近或者太遠 都可以去做檢視 小蔡教練能請教一下 1.如何去體會和掌握推肝的距離 2.當擊球時乾面開了 該如何解決呢 其實我們在練習國嶺 你在練習這種距離感的時候 你不光只是以你去踩腳步 去做練習 比如說1步到5步到7步 可是此時呢你會發現到說 當你在推肝的時候 你推出去 你的眼睛是看著球出去的 可是你在練習距離感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 站上去之後呢 不用看球 直接看洞口 直接看洞口 推出去 以這種 沒有看到你的推肝幅度 來練習手感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練習距離感 你會覺得說 我上肝多少出去多少 你會很糾結那一段的幅度的距離 所以就會導致說 你的推肝的節奏 太僵硬 動作太僵硬 而沒有辦法做到順暢的推肝 那我建議就是可以站上去 你已經空胃剛完成了 這就是我的幅度 設定 看著洞 推出去 他的第二個問題是 擊球時乾面開了 該如何解決 這個好廣喔 這個問題 我想一下喔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動作啦 所以我只能就先從一些基本設定去想 可能是你在打的時候 你的臥幹可能是 太過於弱勢 或者說是 上肝的時候 太過於外側 而導致下肝的時候 凹塞硬下來 又或者是說 單純 你的站位距離太近 你的肝子沒有辦法去做到釋放的動作 所以手就會卡住 就會打開 又或者你在打的時候 脊椎角度沒有維持住 變成是在打的時候 太早往上 爬起來 而不是過球之後 才讓身體上來 所以你都可以嘗試看看 是不是你在握肝上面 可能太弱勢 又或者說 你可以雖然在送肝過後 就讓你的身體 爬上來做收肝的動作 讓肝頭先過 以上問題 回答給大家 大家如果對推肝 或是切肝 或是一般的打擊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都會一一的回答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QA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